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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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我们在做APP的时候呢,还有要看到Native Experience, 所以说Android跟IOS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时候他们的Behaviour有点不一样, 然后每一个Dev,他们都会有, 他们都是尊找Plattform Specific, 所以他们会IOS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Android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你在Deliver的时候就很头疼, 然后我们就是想创立一个Decentral Place, 然后大家都可以access, 从Dev到PO,然后BA, 所以大家都在Aline上, 那为什么是Behaviour system, 就是要Consistent and reusable, and bridge betwee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所以主要是连接设计师跟 程序员。 我们之前工作的时候呢, 主要是每一个Plattform都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Plattform都有一个URT, 所以导致了,在我们Deliver的时候, 就是要设计三个URT, 然后这样就导致了很多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URT designer, 你一定要就是, 就是怎么讲, 要做三遍, 然后你又要做Web, 然后又要做IOS, 然后又要做Android,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就会产生很多Flutter, 所以这是个新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Design Language 都Consulted在一个地方, 然后它们可以, 不管你是IOS, 或者Android, 或者什么的Watt developer, 都可以用到一样的Component, 有一个我讲的就是叫Shared Languag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关于就是, 在你做Design 时候, 你在想怎么样才能命名一个Component, 就当你, 比如说你, 你做一个Component, 比如说是一个Card, 你是怎么来命名它的, 然后, 因为, 我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比如我在设计时候, 我创建了一个新的Component,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叫它, 然后因为, 我会从, 就像我叫了一个东西, 然后到后面, 当我Deliver给Dev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因为他们的思维, 跟我们设计时候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GET, 然后我会说, 就比如说我在跟他Deliver的时候, 我说, 这个Component叫卡片, 然后他会觉得, 哦, 然后后面又有一个长得差不多的, 但是叫卡片2, 然后他就会觉得, 就, 你有问题吗? 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可能会根据方认的命运, 根据程序的方认, 来明明一个看法, 对, 可能这样程序会比较, 更容易一点的一个问题。 所以, 如果我们要建议一个Design Aligning System, 所以, 不管是从Component, 甚至要到命名上, 你要Align, 跟大家所有的Squad都在一起。 所以, 如果你在做你的Design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就是要跟你的DAD做在一起, 还有跟你的PoIPA, 说, 哦, 我会命名这个Component叫这个, 然后大家都得到一致认可, 说,哦, 可以, 我们今后, 这个Particular Component, 我就只要, 卡片迷, 比如说, 然后, 在Share Language里面, 还有说, 我们这个Design Language System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 各种User Story啊, 还有Function啊, Ur Library, 和Plattforms, 有些Plattform Specific Components, IOS跟Android都匿名不一样, 然后,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们, 命名成一个东西, 然后呢, 很多, 很多, 有问题的时候就是, 你Android跟IOS, 他们交的Component会不一样, 然后它们之间会产生分歧, 就比如说, 一个List, 在Android里面叫List, 然后在IOS里面叫TableRoute, 然后他们两个都不align在一起, 然后, 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就是, 感觉, 就, 就, 就很多问题, 所以说呢, 我的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 大家一致叫同一个名字, 然后, 这是, For Art of Design Principle, 就是一定要简单, 然后, 然后, 用起来好用, 然后, enjoyable, 然后, 然后, 我们一开始建立这个Dynamic System, 我就把它命名叫Quell,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有一个Dynamic System, 叫Quell, 因为, 因为, 我是从Guardians of Galaxy, 得到来的inspiration, 然后, 就整个, 这个, 就是有点, 科技感, 就是像在太空, 澳游的关系, 因为我们叫Art Group, 然后他们, 称他们为Arcadians, 然后Arcadians, 就跟, 就跟那个, Guardians of Galaxy, 联系在一起, 所以, 这主机就是, 是比较, 比较, 像星际一样的, 然后, 这就是一个, logging page, 然后, 你可以logging, 然后, 看到每个人的, profile, 在这里, 然后, 你点进去这个, 然后, 就看到他的, 就比如说, 这个人是IOS Developer, 然后, 我就可以跟他, 就可以看到他的资料, 因为每个人都是, 来自不同的, company, 所以, 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的, 从栏目纸上, 也有, 也有, 就是, 就比如说, 之前说, logging, 然后, 现在说, Welcome, Cadians, and, wilder powers, and, bordered mothership, 所以, 从, 从你的, 然后到, particular components, 都是, 就是, 根据你这个, 之前订的主题来, 来做的, 的, share conception model, 就相当于是一个, user story, 所以, 作为一个, acadian, 你要, boarding the archive, mothership, which is the app, and, then, searching for accadians, and, get you know them, and share your powers, 所以, 这个app还有一个, function就是, 跟你的同事, share your skills, 就是, 相当于一个, user, user story, and share design resources, 这是我, 现在用的工具, 就是, sketch bar, 然后里面, 分有, function matters, patterns, and perceptual patterns, 然后再上上到, zapp里, 然后, zapp里面有, code review, 有多少人在这边, 用的是zapp里, 然后就开始, naming他们的, 所以, 一开始是, for you the mothership, 就是,follow the user story, i showed you before, so you have, welcome accadian, then, 有一个, form, 然后第二步是, 有, 有, avatar卡片, 然后, 有empt state, 然后, 还有search, 嗯, 然后, 第三步就是, share your powers, 你可以分享它的, 嗯, contact default, 然后它的技能, 这里, 然后, 还有它的, certificate, 然后, 我就分成, conceptual matter patterns, 主要是, 就是, 视觉上的, 就是, 属于说, 你的, 你的主要的颜色是什么, 还有你的logo是什么, 还有, 你的illustration就是靠, 就是, 是emotional上的, 而不是functional上的, 然后, 作为dav的话, 他们可以, 用同一个design language system base, 然后, 就不用再, 做三个不一样的file, 就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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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包括了, 你的网站, 还有, 你的mobile app, Mothership is the app.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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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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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铀石, 对, 碜石, 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可以 就比如说你要换一个颜色 然后可以upload到所有的 platform 像你看到这个颜色是 secondary color 是蓝色的 然后我把它换成红色的话 所有的应该都是update的 所以就不用再做三遍 因为这个是iOS 然后这个是Android 然后那个是网站 我再分享一下我之前做的一些 component 所以我现在每一个 component 都是命名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就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快速标准这个UI 现在我做的是一个Android 你要告诉他们那个是SketchRunner 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Plugin SketchRunner 就是你在做Sketch的时候 会不会每次你要装个Plugin 你一定要到网上去下载 然后这个SketchRunner就可以搜 然后就直接可以找到那个地方 直接在里面中 你就不用再到外面去找了 还有就是你可以很快的搜到你的名字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Plugin的话 就很容易的就可以input 有问题吗 就是这样好奇 有两点吧 一点是你这些东西的命名方式 你去讲气的 就是我看因为你说到有三个平台的那种 然后又有不同的叫法 还有逐渐不同的 就是可能会在我感觉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就是让你能源 然后我想到就是 CSS里面有一个 还能叫BAM 然后就等于是 从大到小的去 Blocker 然后Element 和Modifier 然后你也没有类似的 就是那种比如说 iOS DOM 什么什么东西 可以啊 给你看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命的 打给你二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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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这个 input form 我是先放iOS 因为我们有两个platform 然后是text fill 然后disable 所以就是从大到小 跟你前面讲的是一样的 因为你input 到时候如果你要找的话 就很好找 要不然你就忘记 他们怎么找 然后第二个问题 其实是就是 你Ark Group 不是一个consultancy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比较好奇 你做的component 如果去给不同的brand 去用 他们自己branding 他不应该去 去follow他们自己的brand 等等 啊 这个DOM system 主要是为Ark 所以说如果你要帮另外做一个 新的DOM system 那肯定是要跟他们的 然后有些客户会说 啊我不要那个 那个experience 但是作为我们consultancy 我们是 所以调用那个experience 所以这一点还是有点 比较 那你在那个快速 或选择 应该是什么地方 啊我们现在在建一个DOM system 一开始兴趣的时候 我们是很多 主要是deliver feature 然后那个时候 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个roughly 就是从颜色啊 然后字体啊 每个都有一个star 但是我认识 就是你们有跟Quintus 他肯定有一个 可能他自己 或者是有一个 agent自己 在做了他们的branding 整个的一个 你们有跟他们collaborate 还是什么 有 就是 他们有 根据哪一个方面 他们有很多agent 就比如说 他们会hide 跟他们做icon 然后 可能是 可能是 我记得是去年 他就给我们看了 然后就 觉得不行 哈哈 哈哈 然后实际上就是 我们请了一个内部一个人 他在帮我们做 但也等了蛮久的 哈哈 然后怎么讲 就是很难 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部门 然后我们作为agent 如果我们呢 懒疑很好 然后我们现在 在Quintus做的时候 还是 就算是只有一个agent 但他们也有 大概 每个spa 有两个 就是 七八个 然后每个人 可能用的style 不一样 然后呢 然后 他们的 developer 也会说 这个怎么个事情 长得不一样 哦 这个是另外一个 所以很多问题 说 那我应该是用 哪个人 不知道 然后我说 那我随时 decision 他说 shadow在安卓 是 defort setting 所以 可能 三个 alignment 但是 如果是 platform specific 不一样 他们会不会 就 反归过去 design 然后就 因为 它实现不一样 所以 之前一定要 大家坐在一起 然后讨论一下 这个 到底要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才可以 两个 platform 都展开 那是这个问题 是 他开放的过程中 才遇到这个问题 之前 他是不知道 然后 我就给你 举个例子吧 现在就是 因为 PO 他们要 deadline 然后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 iOS 这个做不了 可能 可能 我们先没讨论过 iOS 比如说 Android 然后我们就跟PO 说 如果要做成跟 那个一样的话 要做 赛化的 Spring 然后PO就说 那就 就做你 快 所以很多 因为 因为 在 quantus 他们的 iOS 还有 Android 他们有很多的 所以 很多时间 就是 许多一段 所以 然后呢 我就要跟 跟 iOS 或者是 Android 还有PO 还有我们 Head of Design 一起 跟他们说 如果你要下一个周 develop deliver 他就会用 之前没有了 所以 我们现在是这么做 所以 现在就是想 在 deliver之前 大约都讨论了 就 就 就 避免不必要的 就是 你在电话的时候 他们过来一次问 然后 左边那边问 右边一边 然后这两个就长得很一样 然后怎么办 问匹奥 所以说 问对待人 那 比如是 那你说 就 按照片流程 其实是 外兵 然后 就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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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就比较难,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专门一个Foundation Squad,专门就是从标准上Scratch,就是可能他们要把那个Colid全部里面积,因为实际上是太晚了。 还有谁有一样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很多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在前两边去Just Start in 机票也是发现它很多的。 对,Just Start in 机票也是发现它很多的。 对,Just Start in 机票也是发现它很多的。 对,Just Start in 机票也是发现它很多的。 我想问一下,因为在最初建立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它肯定有很多Component是不存在的,就是根据不同的Score,它们会有不同的BTS requirement。 那你们就说是如果Squatch有它自己的requirement的时候是,你们有个Deline System Team to look after 这些requirement呢? 还是说Squatch自己建立的,然后有一个Deline System Team来订阅一下,然后发现Deline System。 现在我们没有Deline System Team。 就是我们有三个Ui的设计。 然后每个人都有feature的设计。 然后就是没有Dedicate Design to do that。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三个人或者跟Dev做的是讨论。 比如说这个Component我能不能用。 如果不能用的话,我会造一个新的。 然后新的呢一定要跟别人是吧留在一起。 所以就是,天使比较难一点。 我是一边做Dedicate Design,然后我又一边做一个新的。 所以现在只能说,从自体颜色的设计上是要来的。 但是还没有,怎么讲,Component-based。 所以可能今后就是如果你有新的设计再来的话, 可能我会用新的系统。 但目前也是很多的,很多时间都是用了O-System components。 。 那就是说是如果在Score之间, 因为就是每个Score会跟自己的Po那些开会。 那你们Receit到一个新的requirement的时候, 你们Designer之间会就是communicate说, 是不是有一个阶段,或者说我的Score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可以,就是不用至少互相做了不同的东西吗? 一般都会。 一般都会用一样的。 如果就是它一样的。 还是对这个命运卡比较好奇。 我也是你想,就是比如这一块包的,你想有三个东西没有,对吗? 对。 在我这上面,我只看到了一种命运,你是怎么去整理这种命运? 就是怎样,比如说,我怎样去的这个, Presented你的安卓? 对。 如果一个,比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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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 你会写三个东西吗? 嗯,不会。 因为是一样的。 对。 但是现在我这个R-R-Tub里面, 华藤是不一样的。 是分开的。 因为IOS和那个Android华藤长的一样。 因为Android有Shadow, 所以怎么讲,如果你是, K4-5K, 如果不是想要Made Experience, 那你有可能说, 这个华藤是一样的,就是交易一样学。 所以你自己都想去,还是有多少次呢? 是在一个Pi-5K,就是用起来很快一点。 然后,怎么讲, 设计方面是,是你给来了,是怎么organize, 然后,主要不是说, 是你要怎么样communicate, 但是,跟Dap之间, 勾动还是关键。 嗯, 我们现在用ZEPLIN。 就是, 就像一个, 如果你Upload一个Pi-5K, 比如说一个Squink, 然后它们有很多Specs, 我们都可以看。 就是, 可以设计。 就像那一个, 啊, 一个, 牙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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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